如果我們考慮耶穌時代的寧願 我們也有很多問題想問耶穌為自己 說今天耶穌有一個人要問 來入了一個行動的門口 到時他都問問我們 他是一個人 是安定的 還是洗車月航的危險 其實我們指一個詩詞 我們用這個問題來入口答案 我們有一開始 說耶穌一個人祈禱 耶穌是天主子 為甚麼就是祈禱 他向誰為我們祈禱呢 我們要聽到 聽到 也送多次祈禱 其實祈禱是跟天主交通 我們要聽到 我們要聽到 還有表達我們的聲音 我們要聽到的 我們要聽到的 祈禱方式是 不用說甚麼 只是 在就我和天主一起 寧願 耶穌和祈禱的 耶穌和祈禱 祈禱說 我們要聽到 耶穌和祈禱 祈禱說 我們要聽到 然後 各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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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方面 是 這個問題 我們現在 今晚 我們自己 玩自己 我們要到 目的表 目的三個表 現實的 同一個各個 提到 这门徒说你是天主的守护者 跟耶稣一段时间之后 这门徒正如指导耶稣真正的宣告 为他们来说 应该是好兴奋 还有是不得爱 四次去讲给人知道 耶稣是洗脑 不如刚刚相反 耶稣给他们听人说 这门徒正如说 这门徒都讲过 你们是天神的夜 晒天的光 这门徒都会去成全宣告 现在每个人期望的都是西安 应该是一位领袖 这门徒都会带领人 人类讲 所有意识的人的敌人 因此 反而他们听到耶稣黄真 令人很震惊的说话 他们上海的白鲜 世界正未熟悟未掌控到 施制者和經濟詩協助 未採用未殺 但是第三天 就現在下一次 這門徒要學習他們要選擇的世界 所以他們屏幕的活性不是一個英雄 都不是一個領導人去判斷愛國 宗旨而鬥爭的領袖 只是等到耶穌那次犯罪最狠狠 受到疾狠之後 他們才真是狠狠 耶穌這個 是我們中間的儀式 其實耶穌這位麥西文的戰勝勝利 身旁住排外的力量 驗排到你 不如我等夜就多了 令人認識到耶穌執害這位西方 耶穌老天我們每個人 看著祂的門口說 該祈祇自己 天天會祈祇自己的聖字架 但緊張他 要祈祇自己 不是不可能的 不過 就不是令人感到那麼刻意的 但是如果一個人 願意祈祇自己 他會記得沒有自身 沒有自我重生 你會付出多一點 就會自我欣賞 自我自得 但是 願意天天會祈祇自己的聖字架 不是說我們要去 玩 痛苦的 或者 憤怒的 東西 而是 願意去面對 和絕熟 生活中出現 各種各樣的問題 而是 最痛苦的時刻 我們走 我們 天天天的愛 我們 關心 職業 今天我們 擔盡 我們的 主 所 所 所 不是 反應 坦 旦 是